主任 子晴 妳們可以先談一下 淨堂捷運的部分嗎 因為現在高鐵局提出的方案是說 如果從35分鐘 減低到28分鐘 需要去掉五谷跟长庚两个站 这道理不可行 这个机场的捷运 其实对在沿线上面的 很多的新北市的地方 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为了总统在时间上的要求 而且这个总统的要求 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评估 那么就造成我们五谷也好 或者是在长庚地区的这些民众 他们对地方建设的期待的落差 我是觉得非常遗憾 我也觉得是说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 没有把地方发展的需求考虑进去 我也觉得这个决策过程是非常的粗糙 如果真的这两个站拿掉的话 影响不大 当然会影响这几个地方的发展 因为捷运 尤其是机场的捷运 对这几个地方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如果拿掉 尤其是我们这个环状线 跟捷运线的交口的那个都会点 是那个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如果说捷运没有在那里经过 没有办法跟我们环状线做一个交点的话 对当地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因为那个总组发言人他们今天也有提到说 因为当初这个路线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定下来的 所以35分钟这是民进党时代时候定的 如果要缩短的话 根本是现在的状况如果不是减占 要不然就是其他要再多花钱 不然都没有可能 意思就是好像民进党执政留下的包袱 我觉得总统他应该要回应现在的民众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那做政策要符合人民最大的需求 老师回头讲过去的执政者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执政者 执政者面对的是现在跟将来 执政者面对的不是过去 再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规划了35分钟有他的用意 他也兼顾了地方发展的需求 那么如果说现在总统只为了单纯把时间缩短 那而且是在专家眼里是很不实际的把它缩短 而又牺牲了我们这些沿线的 这个主要都市的发展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上的缩短 所付出的这个整体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 主席今天这个 我们会也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天睡六七个小时浪费时间 但他反批说您呢都住在这个台北市 那其实要选新北市你怎么回应 我讲的原因是这样子啦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总统是在lonestate地方睡觉 但是早上起来以后 他又到别的地方去从事他的竞选活动 所以他的lonestate很多的时候都只是在那边过一个晚上 那重点在于就是说你又没有花足够的时间 在你要经营的地方 那我现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新北市 那也跟西北市的基层跟西北市的各个层面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这个连结 那我是在找房子没错那前一段时间是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但是被别人截图宣征了 现在还在找一下 所以是不是有考虑要就是尽快再拿到那个地点呢 这个就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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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哦 那但是就是说我们呃 因为现在行程很忙 同时又要去找房子是有一点有点时间上的压力 有常常在北新北市做业吗 就是在北新做业最紧的 过业比较少 但是我有一个临时的休息所 OK好谢谢 很多于宁人 那我也认识很多于宁人 最有名的 当然就是旁边这个李市长李兄 我们还有 一个我们于宁人美丽的代表 我们的县长 欢迎一下吧 有声欢迎 我们还有一个云林人英俊的代表 在这里 我们立委 这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这个不要弄掉了 我们的硬碗 谢谢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 我们民居党取名的 市业丸的郝酸林 我们在这里一起跟我们的云林同乡会 我们的乡亲 请安问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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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林人是我们代表官最多的同乡会 不仅是在台北线 在台北市也是最大的同乡会 我听说任何一个人 如果没有云林同乡会的支持 是不可能在台北市和台北线的选举 会贏的 所以这次云林人 我听人说 很多人跟我说 云林人是我们这次 秦北市 我们的选举 选举选举 议员选举 最关键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鼓一声 拜托 拜托 云林县与民进党 是非常非常有渊源的 云林县从李万居先生开始 就是我们的民主的重政 我们的官长的爸爸妈妈 也是我们民进党的前辈 也是我们党外的前辈 带领了台湾的民主 和党外的运动的发展 还有很多云林县 从政的同志的杰出 这就是一个 应丸 应丸现在是民进党 我们的玄战小组 五人小组 最重要的五个人中间的一个 不论是我做主席 或是做新北市的郝帅人 这个是我的最佳分身 不过是男人的 再看一看 最后面的刘建国 是我们的 有你 你有粉丝 你有粉丝 是我们 古年 高野二郎的 云林县的补选 它能够邀党性的胜利 给我们民进党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们的民进党在9月26号 云林县补选才能够一步一步的 稳稳地往后面走去 向未来走去 这个事情 我们的刘建国的选举 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我们也很感谢 我们的云林县 我们的乡亲 在云林县的集中的选举 给我们民进党最大的鼓励 所以民进党的载行 最重要的一个选战 就是刘建国的补选 所以在这里 我们一定会在民进党的党史里面 写下一张 2008年民进党再起最重要的第一炮 就是刘建国的补选 我们在这里也要向我们的民进党说 谢谢 我们会永远记住 云林县人给我们的鼓励 给我们的支持 过去给我们这么多鼓励支持 将来我们期待 大家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不要忘了 新北市真的要再继续支持 这样好不好 好 台北官还是将来的新北市 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这里 落脚深耕 这是我们新的家 我们会在一起为新北市来打招 我们要发挥 我们的出外人相互帮助 相互照顾的精神 我们也共同来建设 我们新的家乡 我们的台北县 就是将来的新北市 我们组合来打招 11位27号 期待能够当选 跟大家一起来打拼 好吗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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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阳亲 小弟是府内人 但是我们在中午才 不然在台北官议会 所以 方武庸的命令 在这个地方要来 拜托 我们先来发府内人加油 你发声音加油 好吗 好 现在官党议会 这些议员 所有的干部 脚脚都在这 我们就拼一下好吗 好 来 欢迎亮 加油 欢迎亮 加油 欢迎亮 加油 小鸢 加油 小鸢 动帅 小鸢 动帅 小鸢 小鸢 动帅 动帅 非常感谢大家 听声努力 谢谢 现在 是不是 这些议员刚才有介绍过了吗 我们现在 老婆结果机会 我们先让 主席 我们要怎么办 主席先来摸菜 这样好吗 好 好来 主席要摸的 什么来 介绍一下 来 这回咧 我们的主席要把我们抽出这个 轰腕机 轰腕机 50个名额 那请蔡主席先帮我们抽出10位 轰腕机的幸运得主 哇 蔡主席摸太大 首先要恭喜第一位是4635李素香 恭喜 素香是你现状吗 第二位恭喜的是 如玺雄 3687 恭喜 ology Ill封锁真的是 Dawn нюh 海 不 我 银 зах 之 感谢观看